泰迪为了完成刺杀任务 偷偷将枪藏在了绷带中 就当他准备对猎物动手时 另一个男人已经调整好了瞄准计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 男人抢先一步干掉了猎物 看到这一幕的泰迪 只觉得自己受到了七尺大露 快速扫描了一下现场后 他很快锁定了罪魁祸首 在发现周围没人注意他后 泰迪对着男人就是一缩子 尽管男人躲了过去 可面对接二连三的射击 男人还是有些招架不住 当保镖们也加入战场后 他迅速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 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 男人果断选择了举双手投降 看着泰迪不甘心的眼神 男人则是露出了挑衅的微笑 殊不知他的这一举动 彻底激怒了战力超强的泰迪 于是在男人被压上警车的时候 泰迪也开车追了上去 而不知情的男人则掰断了大拇指 接着更是取下了银手朵 就在他和佛伯乐们战斗的时候 泰迪开车追了过来